是誰在敲打我窗 收音幾次在播著經典的歌 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一首歌 用一首歌的時間 聽一首歌的故事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唱每一首歌一個故事 唱好音樂故事 陳小寶 今天我們的唱好音樂故事非常開心 因為我有位嘉賓朋友 其實雜雜的嘉賓朋友都令我非常高興 但這位是很特別的 有多特別 我們先聽他的歌 是我故意用無心的話 針針刺痛著你 誰有察覺在我的心裡戰鬥 是我故意與兵一樣 來令你難受 明明是愛你 又要所有你 誰人不想擁有 遇到一天當我走 明白你難受 留戀至多天痛苦 仍然必須分手 唯有忍心逼你走 從沒有忘舊 誰可似今天有多久 來讓我心靈內疚 又再算背著亮心的話 可知我也受救 曾為你我讀過於七刻中戰鬥 雷說你我是全不適合 才是最難受 完全是騙你為了生愛你 友情不敢擁有 遇到一天當我走 明白你難受 留戀至多天痛苦 仍然必須分手 仍然必須分手 唯有忍心逼你走 從沒有忘舊 誰可知今天有多久 來讓我心靈內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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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白你难受 我是陈小宝,你在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做《唱好音乐故事》,我们刚刚听的歌就是《谁愿分手》,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我今天的嘉宾。 李克勤先生你好,小宝兄你好。 I love you,多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I love you too。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两个是保励金人,我们今天在英网做这个访问,证明地球是圆的。 也证明我们的友谊可以由保系一直延续到最近最新的一页。 明白,明白,这是非常好的。 下次我想我再访问你的时候,可能是你来问我的。 因为你也是一位很出色的司义。 不要说这些。 其实我进来这个大厦,有没有感触? 我的感觉跟你很类似,只是我不是你的身份,所以我不敢说你刚刚说那些话。 我真的有点觉得,好像以前我们回到保励金的大厦里面,我约见了你,定义说我回来开会。 我觉得这个大厦就仿佛是我们以前保励金的音乐工厂的大厦一样。 我感觉很浓厚,知道你会跟我聊天,我更加那个说话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动,是很开心的。 我开始的时候,我是播《谁愿分手》。 如果我没记错,《谁愿分手》就是你真真正正的第一首歌,是吗? 是,其实确实忘记了,我想是八七,八八,差不多。 这个是我参加了歌唱比赛,第二届全港十九区业务歌唱比赛。 我拿了一个冠军之后,其中一个奖品就是一份保励金水美公司的合约。 自动生效,除非他觉得我有什么大严重的问题,不然就自动生效。 生效了之后的第一首录的歌,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谁愿分手》。 这个是好笑的。 那时候,周伦,就是向雪淮先生,写的第一个版本的歌名,不是叫《谁愿分手》,是叫《逼你走》。 好像你一向都是那些很斯文的歌名,好像后期都比较小企。 如果一开播就是《逼你走》,我觉得有点遇到了位置。 向先生,我当时很尊重,现在也是。 但当时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田字人,写过无数好歌。 我当然不敢挑战他的歌名,我是第一首歌。 但是,我们中国人都要以头。 第一首歌就逼你走,那会不会不太努力。 后来他就改了一个比较大家容易吃的歌名。 那这个歌,我相信就是影响了你一生的呢? 你就是这个歌开始。 影响了的。 但是你说这首歌是不是曾经去到一个大悉的程度, 它是未至于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 都是因为往后可能喜欢了李克勤的其他歌。 之后我就找回他以前的歌去听。 后来这首歌就大家会喜欢。 我想问一下,你是比较上,特别一点,我这么说。 因为你开播在《保利金》录的,你是一支EP。 那是否他们没有看不起你,还是对你信心? 不,不,那时候不是只看不起我, 而是看我们三个不起。 那时候有三个的。 那时候《保利金》有三个小朋友,可以这么说。 那时候我就比较最少一点,《保利金》。 哦,OK。 还有现在在电视圈发展得很厉害的《蔣志光》。 哦。 那就是三个一起,差不多在同一年, 就有一首四个歌的EP出来了。 哦,明白,明白。 好,这个是解决了我的疑传, 也相信解答了很多其他朋友, 包括李克勤朋友的。 你也知道,那时候投资了一首歌, 而且那时候不像是六首歌、八首歌的。 那时候是十二首歌的唱片。 没错。 十二首歌是很重的。 那你三个年轻, 每人出十二首歌就很贵。 但是三个加上四首歌就是十二首歌。 是的。 有数位。 真的。 收到,有数位。 那是策略的问题。 接下来就应该是你的第一张唱片。 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唱好音乐故事, 所有的歌不是陈小宝选的, 我选的是没有意思的。 我是我的嘉宾, 他们选出来。 故事由他们寄出。 哈勤是其中一个, 我非常欣赏的, 就是他给了一个歌单。 他不单止列出他的歌曲, 他还是将歌曲的哪一个阶段, 哪一间唱片公司的作品, 全部好, 那些叫做有条不問, 这样排列出来。 我是非常欣赏的。 我记性比较。 你对这个访问认真。 因为可能我自己做过主持人, 我知道其实做些什么, 大家会容易去处理一些。 还有,我多事而已。 Bingo, 你完全是professional。 我们接下来就问, 你选了一个歌曲, 应该是属于你的第一张唱片。 这个就是命运符号,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 我会很记得的, 的一首歌和一个阶段。 这一点, 我亦都记得那时候, 不是买得好的。 即是买得一万数千那种。 即是一万数千, 在那个年代, 是快接近死罪。 即是, 应该没得了, 那种的销售数字。 那我安慰你先, 你别不欠。 你卖得一万多的新人, 是break even。 即是说, 还可以博。 是, 那就死不去。 那为什么会说,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因为我是第一次作曲电池。 两尾, 都是我自己的。 那我记得, 在EP上我写了一个歌词。 但你说, 写完歌, 那这首是第一首。 我觉得, 那首歌很能够代表, 当时的, 我的一个心态。 第一句, 我记得来土种子, 从小开始, 来女听着故事。 《无知的幼苗》, 漸漸地懂得的意思。 就是, 我当时, 在这一间, 那时候, 算是只手遮天的唱片公司里面, 其中之一粒, 小陈埃小种子。 在那里, 成长, 发芽, 接受大家的灌溉。 对啊, 而, 从那里开始慢慢, 就是, 成长。 成长。 那这个是一个, 当时, 对于我来说, 很神奇的事情。 我也觉得很神奇的, 就是, 唱片公司, 在你刚刚, 你刚刚都说了, 你其实是黄毛小子, 开你出的第一张, 真的十二支歌的大碟, 里面, 是给你一支歌, 你自己写歌, 给你自己作曲。 那也要有水平才行的, 那这个当然是啦, 但问题, 当你offer出来说, 喂, 我要有一支歌, 我想自己作, 我只是听到你先头, 你念完歌词出来, 除了是你写之外, 你是有那个感觉, 你觉得, 我是一间这么大的公司, 我未来有可能会是充满希望, 我希望这个小中子可以成长, 这个一定是你的心声, 那当你告诉他, 我要写一支歌, 还要是我自己作的, 因为你在我的印象当中, 你不是这么高兴的作曲, 是, 你记不记得有没有什么故事, 监制有没有说, 喂, 不用了, 我们给你选择歌, 还是说, 不错啊, 小朋友, 你写得很好啊, 还是怎样呢, 那时候我的监制是Joe Wong, 那Joe Wong是一路由我第一张唱片, 到我离开, 保麗金, 都是我的监制, 是, 就是我和他很老友, 那他自己一路都很支持, 歌手自己创作, 坦白说, 当时的保记呢, 没有阻止任何, 就是, 喂, 你很想做的事, 虽然那时候我是一个新人, 王母小子, 但是他没有说, 喂, 所有东西你要跟我, 没有的, 那当然, 华智, 就是关维伦先生, 他会派一些歌给我的, 他一派那些歌, 那些歌就一定可以了, 多数, 在那个年代来说, 就是当时华智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听到, 听到钱的耳朵, 他一听, 他就知道这些歌, 谁收到, 就谁走运了, 那我也曾经收过这些歌, 但是你一张唱片里面, 他不会派五石给你的, 是不是, 就是收到一只, 已经敢着笑了, 是啊, 他有很多歌手, 当时有其他的歌, 就是我和监制, 周汪的时候, 大家私底下去搞, 那当然, 周汪就接着我去做, 很多事情, 譬如会告诉我, 流行什么, 如果你真要写的歌, 你先写来听一下, 或者, 你写的方向要是怎样, 譬如我会给一些, 我以前在学校里面, 写过的东西去听, 他去看, 他会觉得, OK, 那就行吧, 多谢你提一个, 我没有想过的问题, 打蛇吹滚伤, 你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当然你很喜欢唱歌, 我想这个不容置疑, 但是譬如说, 对创作歌曲, 其实你以前自己喜欢唱歌的时候, 你都已经有这样的考虑, 我写歌词比较多, 那时候有一些, 校内的, 什么旧曲新词的比赛, 第二次创作, 那我就, 数的, 橫数, 当然这些学校, 可能只有五六个人参加, 是不是, 那你稍微, 有些像样少少, 可能就已经, 有想得到, 那当时, 在学校里面, 拿到, 拿到奖并不代表你有这样的水平, 去出了一首, 真是属于你的歌, 那当时, 我几个老师的, 我写歌词有, 向雪淮, 就是啊, 周伦, 周伦就是我们自己的保记里面的, 监制, 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小美, 嗯, 小美就是, 那时候我叫她小美姐姐的, 当时都没有是, 郭富城的经理人, 她是一个, 职业的填词人, 和一个电视台的频道, 那么, 因为她和我住了, 大家都住跑路地, 那她很照顾我的, 很看着我的, 那我记得, 那时候就是, 我每写完一些歌, 我都会给他们两个词, 大家去改, 那改完之后, 她觉得OK了, 那我就递上去公司, 看看用不可以, 就是这样, 就未至于可以, 因为通常, 如果有些歌曲都出来, 就立刻, 立刻爆, 是的, 我记得, 当时, 凯琴就是这个例子, 凯琴就是, 凯琴就是, 很不同的, 你就知道, 你和商台的关系, 都不知道为什么, 由头到尾的关系, 都不是说, 总之时辰八字, 就差点了, 不是, 那时候是, 也都真的, 她那时候的, 所有东西都, 我觉得是给我优胜的, 由整个包装, 写的歌的质素, 也都确实是好听的, 那些歌, 但我又兴幸死不去, 那又未至于, 去到一个, 没得做的阶段, 所以我都还有机会, 再出唱片, 可能你一会儿会再说, 再出那张, 就比起很多, 其实, 应该是第三张唱片, 是真真正正的, 李克勤的, 是不是呢? 《下的神话》 没错, 应该是第三张唱片, 因为那时候, 第三张唱片的时候, 小弟都是在新艺宝做到, 因为我在新艺宝做到, 八九年, 《下的神话》应该大概是八八八九左右, 如果我没记错, 我记得那时候, 咦? 我的母公司又开始有人爆了, 李克勤都爆了, 我这里有什么功课交, 我都有压力, 所以我印象比较深, 不如我们, 趁着我们第一部分的时间, 我们讲一讲, 这个《下的神话》, 这个《真真正正》, 李克勤在这里了, 来啦, 那个唱片里面, 你选一个, 《下的神话》, 跟着这个唱片出之前, 我当时, 我帮挑衣拍了电视剧, 那个电视剧叫做《不在少年时》, 这个电视剧, 也不是说有什么很大的回响, 哇, 大家觉得很棒, 但是, 尤其是被人知道, 这个皮肤比较黑, 条件比较长, 身材比较瘦的, 就是个年轻, 叫做李克勤,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青春剧, 那个剧还有, 你想想看, 那时候, 黄书奇啦, 罗明珠啦, 蘇英康啦, 有一帮的年轻青春剧, 那我当时, 我都不认识什么叫做拍电视剧, 每天都被人粗口问候, 就是, 你看到镜头, 我看见你, 不认识, 不认识, 没学过, 没读过, 那就出去拍了, 但是, 这个过程, 一方面是很过瘾, 因为年轻人, 第一次拍电视剧, 当然觉得很新鲜, 但是第二方面, 就很痛苦, 因为每天都被人罵, 第三样东西就是, 到剧出街的时候, 原来, 就是, 我之前靠那1.5张唱片, 都真是没人认识, 不知道样子是怎样, 原来电视剧出街, 因为当时的TV是, 确实厉害, 他摆光雨在这里, 可能也有几百万人看, 何凡摆个黑蚂蚂的, 那是娱乐不合共, ATV的, 你搞错, 不过都要摆光雨在这里, 大家会知道, 原来这个人叫李克勤, 又刚好当时, 夏之神说, 这首歌就是阿华智派过来, 安全地带, 明白,明白, 那就背叻, 那就背叻了出来, 出来了, 是不是觉得, 夏之神话出来的时候, 白金唱片很厉害, 又零, 几千只去到五万, 明白, 我想问的就是, 你有没有, 真是飘飘然, 真正知识觉得飘飘然? 飘到直头, 我觉得, 就是, 行,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 哈哈, 那时候是, 因为, 我记得, 夏之神话应该, 没有记得, 都是二十, 或者, 多少少, 但是, 夏日的神话的时候, 学友都好像还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 学友就是, 什么叫你, 还是很厉害的, 他有几次不厉害的, 不是, 他中间一段时间不厉害, 学友有过一段时间, 是, 嗯, 那, 高低一定有的, 是的, 那他真是, 但他是我的师兄来的, 因为他是第一届冠军外帝, 他十八, 他十八, 我明白, 你已经觉得, 夏日的神话, 神话就是, 就是李阿勤, OK, 有没有, 说一下给我们, 当时你飘成怎样呢, 是不是, 又是扔蛋糕啊, 软友走啊, 因为学友有的, 我是, 我是觉得, 有唱片 hit了, 这首歌红了, 最重要是卖得, 的时候, 你身边所有人, 就会告诉你, 你很棒啊, 那时候不会过累的嘛, 当时我只是一个, 很年轻的年轻, 身边有人告诉你, 你就真的, 是的, 当我身边有十个人, 十个人围着我, 都说我好棒的时候, 那就是好棒咯, 我的家人就会告诉你, 喂, 其实不是的, 那是你不行的, 你不会看的, 我现在所有身边的人, 都说我好棒啊, 当时自己都, 接受不了那个, 那个突然之间, 你做一些东西, 原来大家这么喜欢的, 就是我去到土地买衣服, 以前是很辛苦, 选一套, 现在我要这一行, 麻烦, 因为我那个唱片, 分了很多钱, 我要这一行, 这几种颜色都, 就是那个生活, 完全是, 和以前很不同, 明白, 这样的时候你就, 那个自我膨胀, 是, 太厉害了, 是令自己都接受不了, 是, OK, 那我们就冷静一下, 我们先听听歌, 把我们的自我膨胀, 缩一缩, 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就先知道, search them in a little bit. 就先看一看, 接着这个探索, 看一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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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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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